手捧鲜花,享受美国记者的掌声和聚光灯,面带微笑,身旁陪同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夫人。 这就是真实拍摄于1943年时期,宋美玲在美国的真实影像记录。 当时正值中华儿女全民抗日的关键时刻,为了寻求国际上的援助,宋美玲来到了美国,并在美国国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国会演讲,而她也成为了世界第二,中国第一的在美国国会上演讲的女性。 视频中的宋美玲身穿一件黑色金丝绒旗袍,而在她的胸前则是佩戴着一枚中国空军的徽章。 整个美国国会的大厦内,所有的议员都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她,他们也十分好奇,这位来自东方的神秘女性,为何会对美国民众有如此大的吸引力? 我们要一个更好的世界,不为我们自身一样,但为全人们,而我们必须得到它。 我们必须得到它。 而宋美玲那一口纯正的英文发音,加上每一句话语都充满情感和深意。 她的演讲受到了在场的每一位美国人的认可,美国民众也通过此次宋美玲的讲话,知道了那时其我国正在经历的磨难。 而除去美国国会大厦里的议员们,很多的普通美国民众和在美国生活的华语美国人,开始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那片源在东方,却又战火纷飞的土地上。 而根据一份当年的美国资料记载,在1943年时期,有超过25万人切耳听过宋美玲的声音,这也让宋美玲的此次美国之行,收到了大量的圆华物资,宋美玲也成为了美国民众眼中的明星。 而美国政府更是因为宋美玲的影响,直接将原本实行了60余年的排华法案给废除,这极大的提高了当时在美华人的地位,同时也为这些在美华人谋取了更多的利益。 而回看历史,宋美玲的此次访美之行是影响深远且有实际意义的,而她在美国国会的这次演讲,不仅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,更是在中华儿女最为艰难的时刻,展现出一位东方女性,一个中国人,在国际舞台上所展现的力量,所释放的魅力和对后人的影响力。